Hello 大家好 我是J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6款我在工作上常用的遮瑕膏 这6款遮瑕膏都是遮瑕度偏高的高状遮瑕膏 有些是干点的 有些是滋润点的 我会比较一下它的texture和遮瑕度 第一款要讲的是Laura Maxi Laura Maxi 它有两款遮瑕膏 而我今天要讲的是它很iconic的Secret Camerfresh Secret Camerfresh是一个双色设计 由一个遮瑕膏的颜色配搭一个调色箱的颜色去组成 它的遮瑕度方面我会评价它是中等的位置 它遮到大部分的面部问题 红印甚至暗瘡 但它就不能遮瑕疵一些比较严重的颜色斑或是纹身的问题 而它的方法是一种油脂的设计 所以它做出来的效果是偏干的 不过干就没有一定说不好的 因为它做出来的效果是偏干的 所以用在这个面上之后 不会觉得面带油光这个问题 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就会很自然和很无瑕 就像它的名字叫做Secret Camerfresh 就是希望大家用完就好像没有用过任何产品在面上一样 我知道除了我之外 我一些朋友都喜欢用这个Secret Camerfresh 去代替粉底用的 再来要讲的是Bobbi Brown Bobbi Brown的这个产品叫做BBU Palette BBU Palette是一个包含它所有的corrector 即是调色箱和它所有的concealer的palette 如果你是从事化妆或讀化妆的话 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适合 亦推荐你去买 因为它一盒palette 就已经包含了所有Bobbi Brown的遮瑕膏和调色箱 所以整体来说它的性价比很高 如果你不是从事化妆工作的话 我就觉得你没有需要买了 其实它是有单独去买它的调色箱和遮瑕膏 我也可以买到 Bobbi Brown的这两款concealer和corrector 我就觉得它的遮瑕度 都在中等这个位 同样都可以遮到大部分的问题 但如果是一些深色的 例如斑之类的话 它就真的未必可以全部遮得到 它的方法 就不是Loha Messier 它是一个比较滋润度高 和一个比较滋润的产品 它整体做出来的感觉 都是铁薄和有光澤 所以我都喜欢用它的concealer 去做这个粉底 如果你问我两者有没有分别 其实我觉得是有分别的 就是它的调色箱 是微微比它的遮瑕膏濕了少少 第三款要说的是Laurier Laurier Laurier的这款遮瑕膏 是一个不懂设计的遮瑕膏 它的名字叫 Infallible Total Cover Concealer 一款主打持久力高的遮瑕膏 这五个颜色里面 就有绿色和紫色 我就觉得有点鸡辣 就不太好用 不过它那三个 膚色的遮瑕膏 我都觉得是不错的 而且它的遮瑕度是厉害的 它是大约在中等至偏高的位置 而它的質感是一个很酷 很容易推开的一个质体 不过大家用的时候 就要小心 因为它的质感是有点厚的 所以不要太重 所以要轻手少少使用 我觉得Laurier 这款遮瑕膏 最没得输的地方 就是它的价钱 它也是很平民的一个产品 不过可惜的是 它只有两个色号 就是一号色和二号色 二号色不是给亚洲人用的 而是给肤色深的人用的 所以其实只有一号色可以选 第四款要说的是Mac Mac的这个pillette 我很多朋友都有的 我没有 所以我最近入手了这个pillette 就想试试一下它 它的名字叫做 Studio Fix Concealer & Corrector 是一个绿色的pillette 它的这个调色就比较好用 是一个黄色和一个淡粉红色 而另外那四色都很容易用 我觉得Mac的遮瑕膏 比我的感觉和Bobbi Brown是有点相似的 就是它是一个中等的一个位置的遮瑕度 它做出来的感觉也是自然的 有点光泽感 而且是一个容易推开 一个很酷的質感 整体上Mac的遮瑕膏 我觉得它是很平均的 不论它的遮瑕度 它的价钱 它的颜色选择度 它的質感 各样都是平均和易用的 讲到第五款 第五款要讲的是Nars Nars的这款遮瑕膏 它是一个圆形 是一个小鞋的遮瑕膏 它的名字叫做 Soft Matte Complete Concealer 我叫得Matte 它做出来的效果 都是比较雅色 比较霧面的感觉 就不会太过令心 或者有些光泽感 不过它跟Lokal Messier 很不同的地方 大家虽然都是Oil Free 不过它是一个很容易推开的遮瑕膏 感觉都是creamy 和感觉上是很滑 而它的遮瑕度方面就厉害了 我觉得它的遮瑕度是高的 偏高的 所以做出来也是厚了一点 而且它有16个颜色 所以一定会选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颜色 好了 讲到最后一个product 最后一款是Cryoland Cryoland的遮瑕膏 叫做Dermacolor Combofresh Cream 你不要看它的设计 很残缺的 又不精緻 又不太设计 但是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产品 经过它的官方网站 它可以遮瑕膏 或者一些严重的皮肤问题 導致皮肤变色 甚至毁容 它都可以遮瑕膏 所以它的遮瑕度是极高 但遮瑕度高 也会带来同一个问题 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比较厚 而且它的妆感很明显 至于它的質感方面 它也是偏干身一点 但又没有像Loha Messi 那样干身 不容易推开 所以也不算是一个难用的product 我手上的这一盒 就是一个多色的palette 但大家未必有需要买这么多颜色的 它有一个绿色的选择 或者是有一些mini palette 这样给大家选择 好了 说了这么久了 有没有一个产品是说特别好 有没有一个产品说特别不好 我就觉得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每一个牌子出的配方 都是不一样的 也没有一个产品是可以适合所有人 所以你去买遮瑕膏之前 其实都要看你自己的皮肤性质去买 暂时这六款都是我工作上用的遮瑕膏 如果以后有多些遮瑕膏 我试了用了 可能我会出一条part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暂时就是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